大家好 歡迎回到嘎不拉嘎 我是嘎嘎 今天要跟各位推薦的作品是 《大金糧食老師的給不面的你》 這部作品講出來可能很多觀眾有點陌生 但是講到《大金糧食老師》的另一部作品 你們一定都非常熟悉 那就是《生之行》 《給不面的你》就是《大金糧食老師》 在2016年開始與講談社的 《中漢少年》Magazine上開始連載的作品 如果你喜歡《大金糧食老師》 在《生之行》中對於角色情感和互動上的細膩描寫 那你一定不能錯過這部溫柔的《給不面的你》 《給不面的你》目前已經確定動畫化 官方資訊是10月秋季新翻 如果各位還沒看過漫畫 可以先來看一下我們的介紹了解這部作品喔 《給不面的你》在第一話宣傳時所用的標語是 這句話其實有點哀傷 卻強而有力的把整個故事主軸完美說明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簡單的故事大綱和背景設定吧 故事開始是一個名為觀察者的黑鷹人 把一顆球體放到了世界上的某處 這個球體能透過外界給予的刺激進行一種記憶 然後它就可以變化成那些它所記憶過的形體 而這個球體就是我們的主角不死 就如字面上的意思 不死是不會死亡的存在 透過神秘人的旁白我們可以知道 它的目的是要讓不死對世界上的所有東西進行蒐集的工作 也就是透過各種各樣的外界刺激 讓不死記錄下世上玩物 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 不死在滿地白雪中遇到了一隻重傷的狼 這是不死第一個接觸到的生物 也是它第一次變化成為的生物 這代表了它可以開始學著用自我意識移動 並且感知外界的冷熱氣味 從成功變化成為生物為起點 不死正是踏上了旅途 接下來是個人觀點跟一點小小的分析 可能會有微微亮的劇透 還請各位斟酌觀看哦 故事中不死與各式各樣的人們相遇 學習怎麼當人類 也遭遇了各式各樣的生離死別 悲傷也好歡笑也好 纏繞著各種情感的人們都終將逝去 永生的不死面對的是無止境的相距與別離 這是一個如何面對人們生與死的故事 故事有點悲傷卻有滿滿的溫柔 給不面的你在第一話中出現的少年 在臨終前對不死變化成的狼說 你要一直記得我 這目的張力真的太強 我真的覺得太神了 第一次看整個快爆哭 而這句話也帶出了不死有不想忘記的人的開頭 少年是不死遇見的第一個人類 在短暫的相距中 對變成狼的不死講了許多話 這段時間裡面少年的溫柔與悲傷 都添移默化的傳遞給了不死 就是這段最初的少年 以及第二個相遇的人類馬奇 給不死奠定下了溫柔的基礎 有買實體書的讀者們應該都有注意到 給不面的你在封面上的彩蛋 就是這個內封面 據大金糧食老師在訪談時談到的內容表示 這邊是記錄了不死所不想忘記的人們 而在故事中的文字 則是融合了大金老師在生之心中的精華 這裡的文字是大金老師創造的 他所想的日文五十音的對照樣貌 內封面上所寫的是 忘れないように 為了不要忘記 呼應了內封面上的角色們 我覺得這個彩蛋非常的用心 對買實體書的讀者們來說真的是一種感動 另外在封面設計的部分 大金老師也是別出心裁 據老師所說 每一集的封面都是角色們的夢想 第一集是少年終於帶著心愛的喬安去旅行了 第二集是馬奇順利長大成為他最想成為的大人了 第三集是不死的夢想 與夥伴們在餐桌上歡笑著 第四集是鼓鼓終於拿掉面具守護靈了 第五集則是哈亞瑟生下了不死的孩子 後面每一集的封面也漏著背後劇情的故事 一開始看封面我都沒有發覺這一點 等看完整本劇情再回頭仔細看才發現到這個安排 真的可以感受到大金老師的用心良苦 還有催人淚下的本事 不死遇見了各式各樣的人們 給予了他不同的特質 隨著故事的發展逐漸讓他擁有了自我意識 豐富了他對於人類或說生命的感受 有了自我想法進而行動的不死 開始對身邊的人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也因此有了上面所說的為了不要忘記 他珍惜每一段相遇每一個夥伴 但是又不可避免地面臨人類身為生物的死亡 而他想要努力記住所有相遇過的夥伴們 這點成了他對抗故事中的敵人敲門者們強大的推力 為了永遠記得重要的夥伴們 拼盡全力抵抗敲門者去掠奪他的記憶 故事發展中可以看到不死是可以隨著成長 去感知到更多他人的感受 也就是不死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就連螃蟹要被煮來吃時 他都能感受到那種不舒服 這種感知能力是不是會讓不死比起人類更能對他人感同身受 而變得如此溫柔的原因之一呢? 講了這麼多不死的溫柔 其實還是要提一下後期大金老師描寫了非常多 與敵人敲門者間的戰鬥 我覺得給不滅的你並不是一部很和平 單純講述生命的故事 劇情裡其實有非常多的衝突與戰鬥 更重要的是大金老師厲害的 對於人性與感情的呈現 在聖之行裡面大金老師說過 他的重點其實並不是霸凌的問題 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想法傳遞是很困難的 老師在訪談中提到許多次內容都與死亡有關的話題 其實都表現出了他並不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一個作品會反映出作者的內心 無論是想表達的事情或是真實的想法觀念之類的 不管是刻意想表現出來或者是在無意間 都會有各種線索可以偷偷地觀察到作者 而在給不滅的你中 我想除了大金老師想描寫的奇幻故事以外 也包含著他對生命的期待還有生命的意義觀點 第一部整個看下來我已經數不清哭了幾次了 對 我就是哭點超低 我必須特別說卡哈庫這個角色真的讓我超級印象深刻 卡哈庫對不死到底要有多深層多執著的愛 才能做得如此長久又龐大的付出啊 我覺得大金老師在卡哈庫這個角色的設定 整個劇情的安排部分都實在是太棒了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卡哈庫這個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以為只是劇情發展安排的某個壞人角的轉世 不過看到後面連你耳偏的時候 看到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不死的身上好對抗敲門者時 只有卡哈庫是發自內心的關心不死 並且看出了不死發自內心的疲倦 他不在乎世界變得如何 他只希望不死好好的 這點真的深深打動了我 在不死瀕臨崩潰的時候 使他左手的敲門者失控掠奪了不死所有的容器 但是在最後卡哈庫認知到自己所犯下的過錯後 看到他痛苦又自責的走了最極端的方式去贖罪 我真的覺得很心疼啊 大金老師話到了卡哈庫又年因為是男性 被守護團懷疑不能生人繼承人 卡哈庫那時候說他會盡自己所能 並且立下也願意為了不死奉獻一生的意志 然後接著的畫面就回到了劇情中 淚流滿面還是笑著的卡哈庫 帶著炸藥跳進了主教想害死不死所打造的鐵龍門中 最後說了一句 不死我愛你 然後跟主教和所有的敵人同歸於盡 確實的貫徹了他當時所立下一生的誓言 我直接淚崩啊 我已經心情複雜到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這是形容的感覺嗎 總之卡哈庫這個角色真的安排得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深刻到我必須要特地講這段 尤其是最後一集的結尾準備要開始縣事篇時 那個學姐的臉應該又是哈亞色的轉世 也就是說在未來的縣事篇 或許卡哈庫還是會再回來 真的好期待大金老師在縣事篇會怎麼讓夥伴們回歸呢 那麼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在不死變身成的各個角色中 我覺得一開始的喬安在前期的表現真的太有趣又太可愛了 10月的秋季心凡大家記得跟上哪拜託 大家都有發現那封面的彩蛋和封面背後的故事嗎 還沒發現的記得要趕快看 喜歡的觀眾們現在第一部可以整號收了 買起來啊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喔 如果有任何意見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這裡是嘎巴拉嘎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